巨大石塊夾雜尖銳碎石 整個崩塌到路面瞬間占據半個車道 行進車輛小心翼翼繞過三角追 就怕吐石傷機愛車 這是台東之本溫泉區龍泉路段 因為連續大雨又放晴曝曬 熱帳冷縮之下導致大片山壁崩落 看來險象還生 工程人員出動吊車 小心翼翼吊著鋼筋 台東南迴鐵路電企花工程 也因為間線性大雨不斷引發吐石流 導致施工鷹架倒塌 索性沒有傳出人員傷亡 只是颱風還沒來 機場雨就讓台東吐石流平傳 也讓當地溫泉業者真的怕冷 針對可能來的山竹颱風 可能造成的強風豪雨 那已經開始在加強防海準備跟防護措施 那我們也會密切注意颱風的動向 吐石在飯店大廳堆成小山 加上大量泥水不斷從飯店大廳重刷出來 工作人員拿起鏟子和推水器忙著清掃 餐體走道更是純的吸水泥流 這次資本的飯店業者堆起沙包 嚴陣一帶就是要避免類似的惡夢再度上演 藉著徐一路華文區台東報導